如果说我今天我填填完之后 假如说我要能够自动带出单价的话 先把delete这掉 如果这边自动带出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什么 也是判断这边 如果他这边的话 有资料的话 那刚刚最简单 如果用if有没有 if里面什么 is blank 这个前面用过嘛 对不对 判断隔壁这一个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一样 在1到if插入函数里面 先判断里面有东西之后的话 如果为true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要把资料带 如果空的话就是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就是要怎么样 去v入函数去找什么 找对照表 这个对照表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做品名好了 然后呢把资料去查 查到有玩具这个 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的话 我们先这边 先取笑一下 我们先建立一个 那个对照表 那特别主要 品名的对照表 有没有 因为这个名称要品名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建立一个名称 已经叫品名了 所以看要不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一样 在公式里面 把这个范围先选取 那特别主要选取的时候 定义名称 请你不要 除非你要 像刚刚我们是有把栏位名称选到 这个时候呢特别主要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然后定义一个名称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做 比如说叫做 也叫品名 这个后面再加个数字好了 比如说我们叫品名个好了 诸如这样 以四区别好了 不然的话 栏位名称已经叫品名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叫品名 加个数字好了 按确定之后 它对照的 有没有特别 A2 一直到B6 特别是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按确定 然后如果说 我今天要把资料带过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先做那个好了 我们先用V6函数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呢 可以从那个资料验证里面 找到那个V6函数 如果说我今天要找到什么 lookup value是这个名称 对不对 那tablearray的话呢 按F3 直接找到品名2 这是一个对照表 那如果要查 查到之后回传回来 特别是V6函数 一定只是查第一栏 那我要查 查到的是第二栏的资料的话 我就输入2 那range lookup 我用完全比对输入0 是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名称叫玩具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自动会带出这个名称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还要需要怎么样 如果旁边里面有资料的话 我要自动带出来 特别重要 这个先把它剪下来 不过你们在做动作之前 我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把这边先取下来 需要做到最上面 因为以上面有没有 底下全部都自动带出来 所以我要做的话 先做第一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样 插入函数 那这边先 我把这边先做 这个先删掉好了 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呢 我们一样 找到最近使用过 if 常用过 isbank 这边的话 参留